不同世代不同國小的桌球校隊對決 氣氛融洽沒有殺氣 曾經是信義國小桌球校隊出身的 基隆市議員何淑萍 特地爭取80萬元 為暖暖區地內國小桌球訓練場地 鋪設比賽專用的地墊以及樹木樓梯 幫助發展桌球重點學校 近年來比賽成績更是非常出色的 地內國小桌球隊更好更強 希望培育出下一位的台灣桌球之光 我小學的時候也是信義國小的桌球隊 因為現在這幾年各個學校都有發展 他們各自的特色的一些才藝 所以說現在據我了解 現在地內國小是發展桌球的一個重點學校 然後為了讓小朋友有更好的一個場地 所以說我特別爭取了經費 爭取了更換他們所有的地墊 是這個國際比賽用的地墊 希望小朋友能夠在一個非常專業的地墊上面 學習更好 那因為桌球練習室是屬於地下室 所以說我在他們的外面呢 他的樓梯我也用塑木的一個樓梯的材料 因為他可以防潮然後也可以就是防霉 所以說讓小朋友的練習場地能夠更有品質 因此在得知地內國小桌球隊友訓練設備上的需求時 何淑平不分區爭取經費協助發展桌球運動 這也讓身兼機動室桌球委員會主委的市議員 和校方由衷感謝和肯定 我想這個地面鋪設以後 對於我們這些小學的運動選手來說的話 他們在運動方面的話 會比較不會受傷 然後膝蓋比較不會受傷 然後再來對他們以後的練習環境都有所改善 那真的很感謝我們何淑平議員 支持我們地內國小的桌球隊 那我想地內國小是目前基隆市發展最重點的一個學校 尤其我們這個是國際標準迷你的地板 對孩子訓練除了有幫助以外 他又可以像剛剛主委講的 能夠孩子不容易受傷 所以我想說真的在這邊代表全校的師生跟家長 感謝我們何淑平 何淑平 鄭紀元 鄭主委 謝謝 由於目前信義區和仁愛區都沒有發展桌球運動的重點國小 因此對於能夠盡一份心力協助地內國小 持續培育桌球人才 何淑平表示對於曾經身為桌球人 很開心也很榮幸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